想要起身扑 百石口无辜之人 背上通敌卖国的罪名 全部被绞杀 他们该死啊 我本是相府敌女 你一回来就成了敌长女 抢走相府属于我的宠爱 什么都是你的 包括我最爱的男子 甚至最尊贵的后卫 偏偏相府所有人都觉得 是你应得的 叫我怎能不恨 这些话让宁前与机遇起身 脸却被侍卫死按在地上 拖出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听我说完再激动 忠永公和世子 之所以在那场战斗中惨死 也是皇上受益断了粮草 功高盖主 哪个君王留的 还有前太子红郎 是个野种 活活取完新头血 为我儿治病以后 皇上已经下令大卸八块 拖到乱藏岗喂野狗去了 啊 忘了说 还有一岁出头的红柿 哎哟 粉嫩的手 我都下不去手 最后溺亡之时啊 还口齿不清 惊慌的 一鸭叫我新母妃 外祖父 秀九 还有一双儿子 宁浅宇听着那些熟悉的名字 痛得整个人都蜷缩起来 和心里的伤比起来 身上那些痛 倒显得不算什么 不过 宁以悦欣赏他脸上的痛楚 脸上的笑意更甚 站起身 俯身逆着地上人 这也是皇上的意思 他说 但欲皇长子的 只能是我 过往种种疑问 终于都有了答案 却是以这种凄惨的方式 一瞬间 对皇上执着不问后果的爱 化作铺天盖地的绝望 喝着滔天的恨意 将心底的希望 彻底泯灭 他声音沙哑低沉 剧烈挣扎着想要起身 扑向宁月 却动弹不得 眼里含着无尽的不甘和仇恨 死死望着艳丽明媚的人 优优独播放